任嘉伦和Angela Baby 慕色新约路透视频出来了 大帅哥 大美女太有氛围感了 我突然get到baby了 任嘉伦好酥 终于等到任嘉伦的校园剧了 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大哭 但还是好期待啊 另外这个抱抱好有氛围感 没想到任嘉伦和Angela Baby 还挺有CP感的 任嘉伦在慕色新约里肯定演爽了 这么多角色 快年龄 而且性格特点不同 场景不同 可发挥的应该不少 期待任嘉伦这部戏可以体验各种角色 他好会挑剧本 这部剧是戏中戏 任嘉伦饰演一个编剧 会在剧中演编剧笔下的人物 上一次这么和任嘉伦有CP感的 还是在锦衣之下里的谭松韵 任嘉伦饰演很辣冷酷的男主陆毅 不说就各种很辣手段折腾到你说 不服动手就打到你服 有诚服有谋略 文武尖才 有了心上人也只是暗戳戳吃醋嘴硬着关心 陆毅真的满足了我对男主的所有喜好 搞事业时的很辣冷酷 和在心上人面前傲娇的柔软 陆毅是根正苗宏观安待 俊秀多金文武双全 发起狠来绝不手软 搞事业的时候智商在线 攻击性全开的时候 眼神都是功成略地 陷入爱情的时候又是极致温柔 任嘉伦是一个打通了高难度演员 关卡回头实现爱逗梦的奇男子 有一说一 搞国超不比搞秀人相骂 颜值精瘦的住电视剧镜头 检验黄论舞台镜头 基本功扎实唱跳俱佳 已婚人士没有他防风险 任嘉伦本人很有分寸感 很多时候低调 没什么人的时候爱碎碎念 看着不像32的 但有时采访 听他的人生态度和规划 又不止32 老程与童趣在他身上融合得很好 越了解越喜欢 他一路走来也不容易